中科技戰事實上 我認為勝負已經定了 還有什麼好討論的呢 我們就拿華為一個例子來講 一個公司就明明白白的打敗了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用它的政策工具 用它的國力來打壓一間中國的公司 最後這個公司用1566天證明 你的打壓已經失敗了 華為現在在巴西 在南非 在中亞 在俄羅斯 還有阿拉伯的世界 都有新的市場的開展 所以這些美國的科技戰擋住了嗎 都沒有擋住 然後華為最近在9月的時候 他們把它整個未來10年的規劃 通通講清楚 也就是全面智慧化 它上所有的物件都可以連結 你的手機跟你的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跟你的電視 電視跟你的汽車智能系統 做智能座商跟你的公司電腦系統 最後跟華為的雲端 全部都連在一起 那這個是請問一下 蘋果有這個想構想嗎 蘋果想都沒想 蘋果還在想說 它這個玩遊戲 這個手機玩遊戲可以強一點 這是它的突破 所以我們看到的華為是越打越旺 所以美國科技戰 我們如果從華為公司來講的話 美國已經失敗了 也就是華為用一個公司 把美國這個國家已經打敗了 嗯